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台夢想車 而你心中的那一台夢想車 是哪一台呢 今天彭德老師為大家帶來 他全新購入的一個大玩具 同時也要跟大家分享 他的改造計畫 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台 好入手而且好癢 而且要好玩的車款的話 達人有什麼樣子的推薦呢 我們首先就先來看看 男人最渴望的車款當中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檢視一下 是不是你心中的夢想行車 也在其中呢 艾家帶我們看看 俗話說男人心中一定有一部夢中行車 其實我覺得是錯的 因為不只一部 可能會有好幾部 車庫要夠大 對... 那當然沒有結婚的 這個男人的車就是大老婆 有結婚的那就是小老婆 所以小老婆可以娶個37475678都沒有問題 因為反正只是車嘛 這個不影響家庭感情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男人心中的夢想車 都是不盡相同的 像這個彭德老師他就指玩什麼 B&W B&W 也指玩B&W 那當然每一個人喜歡的車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幫大家整理的幾部 都是屬於男人夢中行車類型的車款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你看左上角的部分 我們這個B&W的M5 這個所謂的高性能的中階主管房車 尤其是地表最強的字母M 這樣的價格 這樣的性能 其實你的選擇還蠻多的 你為什麼要買一台這個四門房車 這不是貨的妹子看到還是說 你開得跟我爸一樣的這個520對吧 是不是 所以每一部車在這個男人心中的 代表的定義是不同的 當然有人追求極致的奢華 就覺得他的夢中行車 一定終極一生要上這個勞斯萊斯 勞斯萊斯的這個車子 當然是目前看起來是頂天的 屬於這種頂天的豪華房車 對 那當然保時捷的911 GT3 RS GT2 RS等等 都是這個性能迷所樂中的一些車型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年代 你還可以買到後製引擎 算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大牛呢 我想又是這個每一個男人 從小房間海報 牆壁上的海報上必貼的一款車種 那最後呢 現在大概也就是看看而已 因為那個車實在是又貴又買不起 那也有人喜歡越野的 你就選擇這個賓士的G卡 那G卡也有這種頂天的車型 叫做四城市 這個就是屬於貴族四家 因為你要花的錢 比別人的G卡要貴上好幾倍 你才買得起 這樣的一個車型 那也有像這個漢馬 當兵當不完有沒有 當兵當不完的漢馬 當兵的時候就開漢馬車 所以退伍之後 一定要收一台漢馬車 在家裡的車庫裡面 如果可以還要把它搞成迷彩色 當然也有像這種藏家 買來什麼收藏 甚至是可以當成傳家寶 既保值 而且還增值 增值的幅度還不小的 這種法拉利的F40 這樣子等級的一個車輛 或者是在美國 這個高中生非常流行的這個 Mustang的這個車型 東銀戰神的Nissan的GTR 或者是現在非常流行的這個豪華休旅車 可是又要換上什麼 非常強勁的動力引擎 讓這個豪華休旅車跑起來 跟這個超跑 這個不相上下的這樣的一個 不同的組合 所以環肥厭壽各有所好 我相信我們在座幾位來賓 喜歡的車子也都不太一樣 真的 以往大家覺得說 每個男性都停了一台跑車 時至今 你會發現 怎麼越來越多這種 越野車也是你心中的夢幻行車 是吧 那剛才冠宜開場的時候就有講到 旁東老師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為大家帶來他新購入的 新玩具 大玩具 來 旁東老師帶我們來看看 你帶來的是已經16歲的這一款 BMW3系列 是 其實剛才艾達講的 真的是很有感覺 因為我也擁有一不鬧 被妹子講說 你是開爸爸的車出來的 那個5系列嗎 你說最渴望的嗎 M5 對 我一台E60M5 因為被妹子講說 是開爸爸的車出來嗎 不太舒服 所以現在被我冰凍到 我苗栗老家放在那裡 不過說實在 那是我心中的最愛 那是我現在準備要穿給我小孩 我小孩穿給我的孫子 傳家之寶 對 傳家寶 因為那個絕對是 這個所謂燃油車的黃金年代的 其中代表作 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 這幾年大概就是新能源車最夯 沒錯 都在講 雖然說我們知道 至少在台灣 路面上絕大多數的絕大多數 還是油車 但是資訊是不斷告訴你 燃油車要走向夕陽 沒錯 所以也很多這一些消費者 現在買車的時候 以前很簡單 一定是油車 頂多柴油車 自首排首 頂多現在沒有 都想我是不是要買新能源車 還是買原來的油車 果足不淺 覺得買 怎麼買都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大家知道 我除了那麼多年來 在講新車之外 我一直默默的在做 所謂的翻新中古車 是的 對 大家可能看過 大概從十幾年前 就開始買一些老編的 自己在那邊修給人家看 等等的 那後來我發現說 也大致現在的時事 很多人講說 彭老師常看你這個 講說怎麼樣去保養這些油車 對我們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現在想說 是不是能夠延長我這個油車的壽命 再觀察一下新能源車的變化 沒錯 而且台灣的腳步也比較慢 對於全新的這個電動車來說 是 是 是 我剛才聽乃哥講 哇 大陸那邊好像占比 不用高得多的 多的電動車 但是台灣似乎就是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對 對 對 在全世界來說 會發展的比較慢一些 也是 然後我發現說 有些消費者 就像我最近 我最近我翻新的一些車 我都拍成影片 然後就有幾台就賣給我的粉絲 那我發現有個特性 是我蠻驚訝的 就是一般就是跟我買車 他們就看我的影片 比如就是這台車 第一集修了引擎底盤 第二集修了什麼 第二集修什麼 看人滿意之後 台灣有個價格 他們也不看車 潘老師我就要了 他們就要買了 錢就匯給我了 可是那個從過程當中 好像就是 我看著潘老師 你在修這台車 然後翻新這台車 好像我參與其中 我也了解這台車的特性 有什麼地方已經換過了 沒錯 所以就很安心 他們就對這個車很有把握 而且我會告訴他們說 我的看法 你看這些車子 當時都是兩三百萬的 歐洲豪華品牌的豪車 它不管是操控性能 安全設備都非常好 都比起現在的 百萬的國產車 好像非常多 那只是因為這個時事 軟油車好像要被淘汰了 然後折舊各方面的 它現在價格非常非常的低 本來這些車 他們是不敢碰 這些消費者跟我買車 他不敢碰的 像上禮拜還交了一台車 然後說龐老師 其實我自己輩子上班 當然也曾經有夢想過 要開這種雙B 雙B1A 但是新車覺得 實在買不下去 那舊車又怕修不完 那龐老師 你這些車 為我們指引一條名路 他這樣跟我講 我說沒那麼誇張 然後我在帶他去試車的時候 他說 我說你 你是不是沒有開過 然後龐老師 我跟您報告一下 我根本沒有坐過 BMW的車 都是日系車 可能比較多 對對 就是說蠻多的消費者 他們其實根本不會想去開這個好車 因為每個人遇上或興趣不一樣 他錢不見到花在這裡 但現在他們發現說 原來現在這個時事底下 這些當時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車子 現在我可以用很低的價格買到 然後就可以開這種 德國製造 德國設計 然後前置鋁美合機引擎 後輪驅動 防滑系統 然後這個六鞍 八鞍 就是很多高級的配備 是你現在去買百萬級國產車 是絕對沒有的 但是它只要幾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就能夠享受 所以我覺得反而開上出另外一個市場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無論道也可以 只是幾二十萬 萬一 就行 能夠 誠今 好